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市中心集结 他们的主要诉求就是反对在该国西部进行的理矿开采计划 初看新闻 很多人都会下意识认为 这场针对塞尔维亚西部的抗议与科索沃局势有关 毕竟塞尔维亚的西部与科索沃接壤啊 而科索沃又被美国操控 这次颜色大概率还是美国在支持 挑起科索沃与塞尔维亚西部分界限地区的摩擦 毕竟科索沃既往为了争夺该地区矿产经常挑起事端 但是仔细查阅资料后 我们发现这次事件背后非同以往 并非兵不屑人的地缘争夺 而是暗流涌动的经济金融案战 因为本次抗议针对的矿产项目 居然是西方矿业巨头深度参与的 其中犹太资本控制的利托集团就是最大的参与者 也就是说这次被普京提前预告的颜色 居然针对的是犹太资本利托领导下的西方利益 这个项目发端于2024年7月19日 塞尔维亚总统武器齐 德国领导人舒尔茨 以及欧盟能源专员塞夫科维奇 共同签署了一项协议 该协议允许欧盟成员国的生产商 获取在塞尔维亚开采的里等原材料 以减少欧盟对美国和亚洲的原材料进口依赖 正是通过这个项目 利托集团深度参与了塞尔维亚西部里矿开采 因为有犹太矿业巨头的深度参与 毕竟科索沃背后的阿尔巴尼亚是犹太瓦哈比集团控制的影子国家之一 结合普京预测美国中情局策划这起事件 结论就是美国制造塞尔维亚颜色 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欧洲 原本以为是北约制造的 针对塞尔维亚及其背后的俄罗斯的颜色 谁料竟是美国打击欧洲资本投资 塞尔维亚的宫廷内斗系 同属犹太资本影响下的两大集团 为何此时的美国要对欧洲在塞尔维亚的利益下手呢 第一 打击欧洲新能源 7月19日欧盟与塞尔维亚签署的李矿开采协议 中俄均未表示反对 说明中俄是默许的 也说明中俄欧三方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并无冲突 那么这个项目到底为何触碰了美国利益呢 据报道 该项目投资24亿美元 开采出的李矿能够满足欧洲新能源90%需求 这将极大打击拜登政府新能源的最大市场欧洲 目前拜登已经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征最高100%的关税 拜登的民主党又是全球清洁能源新科技的领导者 对美国来说 已经关闭了进入全球两大新能源市场之一的中国 如果欧洲这次满足李矿需求 那么欧洲新能源必然反向冲击美国国内汽车市场 要知道欧洲车企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解决了纯电车和增程续航技术 BBA以及保时捷更是早已占据了中端和高端汽车领域 如果再让他们在新能源上取得突破 一旦与其卓越的操控性与舒适性相结合 必然击败美国的汽车行业 届时 现在这两大美国汽车销售市场 最终会同时成为美国汽车的强硬对手 在美国国内汽车业是实体制造业龙头 一旦汽车业被打垮 那么严重依赖汽车的美国东北部铁锈州城市 比如底特律的经济将一落千丈 这种没落的后果 大家可以参考国内资源开发枯竭带来的旧产业销亡引发的经济快速衰减 美国铁锈州在美国政治版图上几乎占了蓝营民主党的半壁江山 其中纽约州是仅次于加州第二大票仓 一旦该地区因为汽车业沦落而经济衰退 则民主党选民必然流失 而流失的最大可能就是分别向中部共和党红州迁移 以及向加州等西部民主党州迁移 向红州迁移的后果呢 就是这些依赖西部特朗普支持者经济资源的选民 政治立场必然动摇 向加州迁移虽然会强化加州蓝营势力 但由于美国是选举人制度 加州选举单个人数的增加并不会导致其选举人票数增加 两种迁移的结局都会使民主党票仓遭到极大削弱 铁秀州总共有九个 一旦失去他们的选票 民主党基本就可以告别政坛了 经济规则上 因为美欧市场准入程度更高 美国无法像对付中国一样 通过关税等非市场技术手段打击欧洲 所以呢 他们才想到了原本用来对付中俄的这个颜色 这种手段不仅成本极低 而且方式隐蔽 即便被怀疑 也会因为是小动作而不会导致双方彻底撕破脸 从而根本性影响大西洋联盟的感情 所以呢 拜登政府对此默许 于是呢 原本在争夺全球资源中狼狈为奸的美国和欧洲 上演了这场同事操歌的精彩戏码 第二 搅黄塞尔维亚入盟 这里的盟呢 指的是欧盟 长期以来 塞尔维亚一直寻求加入欧盟 这也是塞尔维亚总统在承认 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等问题上对美欧让步的政治原因 俄乌冲突后 美国加紧了对塞尔维亚的地缘包围 科索沃更是在美国支持下频繁挑衅塞尔维亚 这些都是破坏塞尔维亚政治经济稳定的关键因素 也让欧盟在接纳塞尔维亚上惆怅不前 除去政治因素 塞尔维亚入盟 其实对欧盟非常有利 只要塞尔维亚加入欧盟 欧洲就能获得通过塞尔维亚进入中东的陆地走廊 柏林穿越贝尔格莱德直达巴格达的铁路规划 也正是该计划直接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 德国作为欧洲核心 如果将塞尔维亚纳入合作对象 将直达中东获得解决自身能源问题的捷径 欧洲的小心思 美国了然于胸 1999年美国入侵南联盟 就是直接斩断欧盟进入中东的陆地走廊 直接打击了刚刚诞生的欧元 通过中东石油镀金击垮美元的战略 美国以前就通过打击塞尔维亚 实现隔山打牛对付欧元的战略 现在不过是复制这个战略 美国对这套手法轻车熟路 为此甚至不惜打击犹太资本矿业巨头利拓 这必然引发拜登政府与犹太财团之间的矛盾 所以拜登政府此后肯定会对犹太财团做出相应补偿 这些都是后话 对塞尔维亚来说 尽快摆脱北约军事和政治包围刻不容缓 要摆脱北约军事制裁就必须分化美欧 塞尔维亚一直表示要加入欧盟 这让欧盟在联合制裁塞尔维亚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 对此呢 中国和俄罗斯都对其表示理解 这也是塞尔维亚在支持以色列吞并耶路撒冷 以及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支持欧盟 但中俄却并未对其进行谴责的原因 原本北约对塞尔维亚的包围就已经让俄罗斯感到绝望 中国运20抵达塞尔维亚就是因为俄罗斯无法通过海陆空将武器装备运进被围成铁桶的塞尔维亚 俄罗斯无法支援 那就只能中国出手 虽然运20可以进塞尔维亚 但只要欧洲投入美国阵营 那么中国进入塞尔维亚的路径也将会被切断 打铁还需自身硬 塞尔维亚要打破孤立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自身价值深度捆绑欧洲 逼迫其为了利益与美国分道扬镳 于是呢塞尔维亚西部的锂矿成了最大的突破点 欧洲本土严重缺乏锂矿 最大的锂矿产区南美洲 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等 这些国家要么是美国的盟国后院 要么是已经被严重封锁的敌人 比如伊朗 欧洲无法解决自身锂矿供应 如果贸然加入新能源汽车战局 其结果与美国控制打造石油美元打击欧元 并无本质差别 不过一个是被石油掐住脖子 一个被新能源电池锂矿掐住脖子 与其将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 不如找到自身不求外人的矿产资源 这才是欧洲为什么开始重启煤矿 发展煤炭这种旧能源的真正原因 毕竟德国 法国境内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 配合煤制油技术 和能加高效能发动机技术 完全可以制造经济实惠的电驱动汽车 这样不仅可以超越中国 还可以平推美国汽车市场 欧洲重回旧能源 这是无奈之举 塞尔维亚发现的锂矿 重新点燃了欧盟心中的希望 只要塞尔维亚解决欧盟90%锂矿需求 欧洲就不必看美国脸色 更不用因为环境污染遭到国内民众反对 对欧盟来说 塞尔维亚属于雪中送炭 绝不容许其他人染指 势必要将这里的锂矿 纳入欧盟掌控范围 这样才能将锂矿完全吃进嘴里 为了保住这块蛋糕 欧盟不惜引入犹太矿业巨头 制衡美国 如果美国再次悍然威胁 对塞尔维亚动武 那么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 就是欧盟和犹太财团 欧美在科索沃问题上 必然也会分道扬镳 欧盟不希望紧挨塞 塞尔维亚西部锂矿的科索沃 一个进制造事端 影响欧洲新能源汽车战略 必然打压科索沃 这样美国就鼓掌难鸣啊 一旦美欧撕裂加剧 欧洲极有可能会退出 驻科索沃北约军团 美国在该地区军事上 将陷入孤立 对塞尔维亚来说 加入欧盟 就可以获得欧洲广阔市场 和交通物流 就可以通过海路空方便 与其他国家无障碍沟通 这样美国对塞尔维亚的封锁 也就不攻自破 届时美国就无法通过塞尔维亚 阻断欧洲通往中东的路桥 美国主导的北约南方司令部 将被迫后撤到塞浦路斯一线 这将是美国自1999年 南联盟战争以来 最大的战术撤退 第三 隔山打牛 阻止中俄进巴尔干 中俄联手战略中 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目标 那就是拉拢欧洲 分化欧美为首的北约 而塞尔维亚加入欧盟 将完全撕开美欧 在巴尔干半岛的同盟 这就是中国和俄罗斯 不反对塞尔维亚加入欧盟的原因 目前 中国在穿越巴尔干 对接南欧问题上 已经取得了先机 今年7月 中国修建的连接塞尔维亚 到匈牙利的铁路 将铺设最后一段铁轨 同时呢 中俄阵营的土耳其 已经修好了 直达塞尔维亚的 天然气管线迸战 最后一段天然气管线 也随着塞胸铁路 正在全面建设 一旦塞尔维亚加入欧盟 那么中国铁路和石油管线 欧盟要获得塞尔维亚的铁矿 就必须通过中国铁路运输 欧盟要获得天然气 就必须通过中国管线运输 一句话 虽然最终是欧盟得力 但中国早已经先下手为强 反观俄罗斯 塞尔维亚加入欧盟后 这个斯拉夫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 将逐步恢复 在美欧分裂后 欧盟必然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松动 那么俄罗斯这个东斯拉夫国家 就有希望与塞尔维亚 这个南斯拉夫国家重新海陆空连接 结合俄罗斯未来占领奥德萨 俄罗斯将重返巴尔干半岛 对中俄好处多多 对美国自然是坏事连连 正因为塞尔维亚让渡的利益 对欧盟太过巨大 所以呢 拜登在内的民主党 才会压上政治生命 不惜动用中情局 搅黄塞尔维亚锋项目 第四 打击中国新能源 中国包括比亚迪在内的电动车车企 一直在开拓国际市场 这里面的重点呢 就是欧洲 这引起了欧洲的警惕 美国已经对中国电动车 加征最高100%关税 欧盟也在8月20日 对中国电车加征37.6%关税 而且强迫中国车企 提供电池等核心技术 这是在制裁中国的同时 还希望剽窃中国电车 低成本的商业秘密 对此 中国也进行了对等反击 停止对怂恿欧盟制裁的葡萄牙 和法国主导的白兰地 和肉类进口加征高关税 金额远超中国 对欧盟出口电车 但即便是面对这种高压 欧盟也不愿让步 原因就是呢 作为传统汽车强国 如果欧洲汽车业被击垮 结果与美国铁锈州 并没有什么区别 对欧盟来说 挡住中国电动车 就保住了传统汽车旗下 庞大的产业链 这些利益远超白兰地 和肉类出口的农业损失 这两个原因 才是美欧在电车领域 联合围堵中国的这个利益基础 在加征关税反击的同时 中国也想出了破解之法 既然你制裁中国进口 那我就直接在欧洲家门口 或者内部生产 中国已经在匈牙利 和土耳其境内 投资数十亿美元 建立对欧洲出口电车工厂 我在你内部生产 你难道还对成员国 加征关税不成 解决了工厂问题后 中国的盟国塞尔维亚 又发现了锂矿 那么中国在土耳其 和匈牙利的电车工厂 就可以直接在塞尔维亚 建立锂电池工厂 这对欧盟是巨大的威胁 如果欧洲不跟塞尔维亚合作 那么塞尔维亚锂电池 加中国电车 就可以进一步降低成本 即便有37.6%的 关税保护加持 欧盟最终也会是一败涂地 一旦中国在海外电车产业链建立 欧盟将彻底溃败 如果欧洲提高关税 那么中国也将对BBA 保时捷在内欧洲车企 征收惩罚性关税 届时欧盟将骑虎难下 如果欧洲与塞尔维亚合作 那么在得到塞尔维亚锂以后 欧洲重新发展电车 就可以重塑完整的整条产业链 同时呢 在降低成本后 可以像以前的保时捷等车辆一样 重新占据世界电车市场中高端领域 这样一来 中欧就能互惠互利 有望实现双赢 所以呢 中情局煽动抵制塞尔维亚锂开发 除了破坏欧洲新能源原材料供应外 也建置中国的海外企业 华夏智慧必将一一生辉 中国在该地区的布局 堪称精妙啊 我们建设的新能源工厂 是在匈牙利 土耳其和塞尔维亚 这三个友好同盟国家境内 根基非常牢固 同时呢 这三个国家又紧挨在一起 相互关系友好 这就像是找到三个紧挨在一起的坚硬柱石 搭起了横川巴尔干半岛的路桥 在路桥之上不仅穿行中国铁路 石油管线 更穿行新一代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中国虽然在万里之外 却成功将大炮对到了欧洲嘴里 不管欧洲是否与塞尔维亚合作 最后都是中国获利最大 更别说呢 还有中国盟友俄罗斯 在后面唱白脸高举大棒 引爆塞尔维亚西部颜色 打击欧洲盟友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标志 这代表美国已经越来越没有能力 与盟友正常协调了 在盟友利益与自己冲突的时候 居然开始使用对付敌人的手段 来对待盟友 这说明美国已经开始狗急跳墙 要说狗急跳墙对付盟友 这不是首例 早在塞尔维亚颜色之前的 英国骚乱中 就有证据显示 中情局是骚乱的背后主使 英国骚乱中 大量谣言充斥网络 其目标就是对准了 工党领导下的英国政府 为什么会针对英国工党呢 今年7月6日的议会选举中 执政的以特拉斯 苏耐克为首的保守党呢 遭遇200年来最大惨败 接替苏耐克上台的是左翼工党 这个左翼政府的施政方针 与之前的特拉斯 苏耐克为首的保守党截然不同 相较于与保守党的反华立场 工党愿意与中国合作 并且在对俄制裁 欧洲合作等问题上 也持开放态度 工党强势上台 这代表英美这个北约好战派的核心出了问题 如果说塞尔维亚颜色是美欧骨肉撕裂 那么英国骚乱则是美欧粉碎性骨折 意味着美国对跟着自己死心他地的传统盟友 都已经开始厚颜无耻的颜色 这种疯狂过后 面对心知肚明的欧盟与英国工党 美国民主党会否因为修复盟友关系 感到心力交瘁 对盟友下手的背后 是美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局势 美国正在乌克兰和以色列遭遇全面失败 乌克兰方面 在美国民主党经费加持下 各种拿到钱的短视频平台开始到处吹嘘 乌克兰攻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境内等虚假消息 似乎一夜之间 乌克兰军队已经攻入莫斯科活捉普京 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乌克兰只攻入俄库尔斯克境内38.5公里 距离库尔斯克州首府还有90公里 整个战场态势不过是双方在边境地区相互拉扯 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中越在边境地区相互拉锯 根本不是美国心理作战描述的什么乌克兰全面大反攻 在这次反攻中 乌克兰几乎动用了最后的所有精锐 主力就是以5000波兰雇佣军为首的1万名北约士兵 并出动了包括海马斯在内亚乡底的武器装备 但在边境地区却遭到了俄军犀利的反击 在美国的授意下 泽连斯基妄想通过所谓声东击西策略 来缓解哈尔科夫地区的战略压力 并妄图在克里米亚地区登陆 切断俄军补给的卡里米亚大桥 但这种作战在兵力不占优势的时候 即便短暂诱骗成功 最终也无法顺利得手 不过就是小儿科战术 事实上乌克兰的反攻惹怒了俄罗斯 俄罗斯已经剔除了和谈选项 并表示必将严厉惩惩罚乌克兰 战略上乌克兰攻入俄罗斯领土 触发了今年6月 俄罗斯与朝鲜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协议 按照该协议 伊朗俄罗斯本土遭到军事打击 朝鲜将出兵帮助俄罗斯 之前朝鲜已经答应派兵10万进入俄罗斯 6月的条约就是对这一出兵的法律支持 现在乌克兰攻入俄罗斯本土 那么朝鲜出兵将完全符合国际法 实际上朝鲜出兵俄罗斯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在10年前的叙利亚内战期间 朝鲜就曾派出超过两个营的军官团前往叙利亚 帮助巴沙尔政府打击英美支持的国际恐怖分子 在这里大家不妨想想 朝鲜远在万里之外 其武器装备和人员又是如何抵达叙利亚战场的呢 其中一条可行的路线就是穿越俄潮边界 从海参威抵达黑海克里米亚 然后再坐船前往俄罗斯在叙利亚西部的塔尔图斯军港 俄朝在10年前就已经熟悉这条路线 现在这个朝鲜答应的10万人通过这条路线再次抵达克里米亚 然后坐车前往哈尔科夫赫尔松等前线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除此之外呢 乌克兰入侵俄罗斯本土 触发了俄罗斯核打击底线 俄罗斯在进攻乌克兰东部问题上 原本法理基础不够 短板就在于国际社会公认 乌克兰东部是俄罗斯领土 现在乌克兰入侵了俄罗斯本土 俄罗斯反击乌克兰法理基础的短板 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 在俄乌战争中 俄罗斯原本是无法使用核武器打击乌军的 但当乌军攻入俄罗斯本土时 这个限制就没有了 俄罗斯可没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 再者 俄罗斯在本国领土范围内使用核武器 类似于核试验并不受任何道德谴责 所以如果乌克兰继续在俄境内见人就杀 执行图存政策 俄罗斯将使用小型战术核弹 打击入境的乌克兰军队 浙江极大的震慑 一万名国际雇佣军 目前在俄军打击下 雇佣军已经开始逃离 如果后续使用中子弹在内的战术和武器 那么逃跑的雇佣军将只会更多 历史一再证明 纳粹是听不懂人话的 他们只认识拳头 杂烂他们的脑袋时 他们才能真正听懂 在乌克兰身上如此 在犹太纳粹以色列的身上同样如此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 暗杀了巴勒斯坦领导人哈尼亚后 以色列现在开始变得惩惶惩恐 不仅让英国和美国的傀儡警告伊朗不得报复 甚至由拜登政府公开泄露 暗杀哈尼亚的以色列摩萨德特工名单 同时还在巴以和谈上率先做出所谓让步 但这种表面让步的结果 不过只是内塔尼亚胡随时可以撕毁的协议草案 在协议还未正式达成的时候 以色列每天继续屠杀巴勒斯坦人 他们以为啊 用巴以暂时缓和这种迎头小利 就能换来伊朗停止全面导弹 打击以色列 这就是纳粹的本质 他们在屠杀被害者 又遭到迎头一棒的时候呢 会肆无忌惮地任性报复 但在报复得手后呢 又非常害怕被害人的反报复 然后就开始各种威胁 各种讨价还价 面对针对自己本国领土的战争 纳粹内心是极度恐惧的 他们苍白无力地辩解 只是为了面子迫不得已而为之 那种无耻的谎言 他们自己都不信 目前伊朗没有报复 并非认怂 是因为C4IS-2系统还没有就位 同时呢 这次报复需要协调黎巴嫩 伊拉克等什叶派武装共同执行 而且 打击报复摩萨德在内的 乙军情报部门要害 需要大量的情报汇总 目前俄军舰正在赶往地中海东岸地区 一旦全部准备妥当 以色列将遭到史无前例的猛烈打击 俄罗斯已经根据俄伊两国协议 向伊朗提供了摩尔曼斯克逼安系统 该系统能够干扰美国在伊朗境内的 通信指挥系统 影响包括美国F-35在内的 基载航电系统 这种系统俄军在叙利亚境内 已经使用过 当时部署的该系统覆盖范围为 64万平方公里 成功干扰导致F-35和F-2航电系统 瘫痪至其无法起飞 引发美军极大恐慌 现在俄罗斯派遣伊尔76运输机 向伊朗提供该系统 预计数量为三套 正好覆盖180万平方公里的伊朗全境 这是俄罗斯为伊朗提前安装防护盾 打击美军指挥系统C-4 那么以色列战机和导弹 也就无法借助该系统打击伊朗 这杜绝了以色列通过阿塞拜疆 发射的无人机和潜伏伊朗近海潜艇 打击伊朗目标的可能 即便以色列发射导弹 也无法击中伊朗目标 这是俄罗斯为伊朗提供的不灭精神 伊朗导弹部署在西部山脉的地洞里 这次发射一定会暴露很多 原来从未发射的井口 自然需要摩尔曼斯克系统 从空中提供防护 这也间接说明 伊朗这次报复所动用的导弹数量 将创造新记录 对以色列的打击将是前所未有 除为伊朗提供不灭精神外 俄罗斯还为伊朗提供了伊斯坎德尔导弹 这种导弹专门打击地面坚硬攻势 且机动轨迹根本难以拦截 虽然这种导弹射程最远只有500公里 够不到以色列本土 但打击距离伊朗边境200公里内的 以色列驻伊拉克库尔德首都 埃尔比勒的情报指挥中心 却在合适不过 在之前的打击中 伊朗导弹并未对该建筑内部造成重创 现在换上可以打击地面坚硬攻势的伊斯坎德尔 这明显是要彻底摧毁犹太纳粹 在埃尔比勒打造的坚硬地下老鼠窝 这是俄罗斯为伊朗提供的杀权 如此一来 俄罗斯为伊朗千疮百孔的空中防护 支撑起了不灭精神 同时又为伊朗打击摩萨德老鼠 提供了杀伤力极大的杀权 不灭精神加大杀权 以色列将遭到史上最大打击 对中国而言 在哈尼亚遇刺后 中国公开谴责这次暗杀 中国的愤怒也是空前的 这次俄罗斯国防部长 亲自前往伊朗坐镇指挥足以证明 以色列的暗杀让中俄非常愤怒 这是对中俄阵营的严重挑衅 如此大仇怎么可能不报 如若不报 敌人只会变本加厉 不断挑衅中俄底线 俄罗斯主导本次对以色列报复 也是中国进一步将俄罗斯 拉入反犹太资本起义的重要一步 打击以色列的同时 让俄罗斯更加牢固地绑死在中国战车之上 行云流水间 战略高手风姿再现